昨天遞达北京 情况 是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 中方始终与有关各方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接触 关于重要的一些往来 我们都会及时的发布消息 首先我们始终支持 朝鲜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来增进互信 能够来改善相互的关系 同时我们也希望有关各方 都能够共同努力 能够维护好当前半岛的这种缓和的局势 继续保持接触相向而行 来推动半岛国化和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 取得新的进展 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 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 并且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地处理好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我们对印巴领导人互施善意表示欢迎 中方支持双方保持接触 通过对话稳定局势解决分歧改善关系 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不了解 我知道的是习主席刚刚结束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 访问取得了积极成果 圆满成功 中方从自身发展出发会加快治理大气污染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同时我们也会与韩方一道 共同致力于加强大气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寻找雾霾问题的解决之道 为改善两国的环境质量 促进区域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作出努力与贡献 你说的一个具体情况我现在还不了解 为了增进国际社会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了解 此前中方曾经邀请过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还有一些外国的媒体 参观访问过新疆 当到访的人士都亲身感受到了新疆的安定祥和 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真实情况 也都积极评价中方的治疆政策 有关的表态媒体上也有报道 至于美方官员对中方的批评 完全与事实不符 纯粹是造谣污蔑 我这里要重申的是 目前新疆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 人民安居乐业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借涉疆问题来干涉中方的内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组织已经不是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报告了 我要指出的这个组织对华一贯充满偏见 他们的有关指责 完全与事实不符 不值一博 让你感 triple story 你什么意思 我 Ai 8